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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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肌肉是强烈的 这种肌肉就是敌人的肌肉 在我的肌肉里面 在我的肌肉里面 或者说我一下子 在肌肉里面 肌肉里面 肌肉里面 肌肉也有可能 肌肉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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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换血 其实给到南枪一个 可以入侵对方野区的一个机会 下都过来了 这个蓝buff打半天还没打完 你想直接选择折上去 这条L1打得还不错 回头姐姐已经跑起来了 但是一红拳靠一个点燃 这一波换血 抢尽了一下蛤蜊没死人 林伟扬闪现过来强行点死 侧面 也走不掉了 人头给到insulator 这一波野区的入侵 一人一根层 找回了很多的场子 这一波 驴坛止进去 但第一时间 还是因为万豪前中期打架比较厉害 抢手猎炉加续轰拳拖了很长的 一个作战时间之后 还把伤害灌满了 这一波野区的返野 其实 也不能说是冲动了吧 毕竟还是赚到了 这一波支援的都很快 所以我刚才我没注意看到 这个蓝buff最终是谁拿下来的 一会可以回去看一眼 蓝枪身上有没有 因为刚才应该是一个小显示的一个bug 并没有看到蓝buff的血量 对 蓝buff的血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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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人头上面是亏了一点 但是蓝 至少是自家人拿的对吧 好过对方拿 因为林伟霞这边身上也有个红霸 所以听说ata 对 跟蓝buff 实际lor 用上点 因为 只有 就是 apples 基本 instinct 有心在附近 直接交闪了 妖姬刚才收头了 低波回家 结束先锯石转闭 上单两个都回家了 都要走到线上了 这把圣跟妖姬和男枪都是可以有配合的 妖姬的进场 的保障在于圣的大招 想想到好的这个位置 这也是没有眼的 而且男枪也过来了 要不要动手 这把圣跟妖姬的进场 这把圣跟妖姬的进场 是 这把圣跟妖姬的进场 是 其实这三把比赛 有心前期控能的节奏 都是 时间点掐的正正好好的 对 就在六分多钟左右的时间把第一条小龙给拿开来 哎 这位这边练道回头敲起来 哎呦 这回头了 0909点上头了 这一波 还在进化 这个点燃 其实我觉得 没太必要 好吧 就是我个人的理解 就是我觉得 可能带着进化会好一点 因为其实 你中路唯一能够出示的机会就是 妖姬链子练道嘛 对吧 你用进化解一下 再有一个人 对 这个这个点燃 其实你打妖姬 能够用出来的机会比较少 上路还是 怎么说比较和平吧 其实也没有 两个人一直在换血 嗯 但是 也 单杀的几率还是比较低吗 这两个人应该打不出什么火吧 我没有 当时 不能 我 晚上 我 就 我 就 我 那 你看 我 你 这边蓝枪也已经走过来了 太大了 我们直接动手了 无厉害 但是下路组合也应声赶到 我站位的位置应该有一个针眼 先用刘波总看一下 一炮打到的是刘金松身上 这边要拼个逞肩但是抢到了 这些刘金松血量有点低 被套了个点燃已经要阵亡了 但反手这边妖技也是收掉了力量 而且这个位置可以继续再黏 寒冰再给一个关键齐发 A到了sloss sloss这个位置有点尴尬 但是小翔利用自己的赤血冲冲 撞起了对方两人 想救下自己的队友 但是也被嘲讽嘲到 所以立一个见证的情况下 小翔又走不了了 相当于是用上单救了辅助一命 但是林伟祥这个时间点 作战能力太强了 这个也是成功中收到的人 是这个时间点的寒冰跟卡莎作战能力 可不可同日而语啊 逼逼地都没有到六级 但是韩币已经到六了 一剑先留住对方杰斯 杰斯走不掉 回头 因此维特尔还想用幻影所言留人 万一激发留住之后不停的减速 要不是小翔这个异技能撞起两个人 救助自己的辅助的话 其实 感觉Soss比较危险 而且下路这边又是发生一波 应该闪现 什至ить 没蛇 允许 那是大人 有点 不香 那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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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有点 哦就是很朴实无华的走上来对抢手猎炉拉回来了 双人组了一波对聘 还是妖姬他肥的现在杰斯是一点办法就没有了 哦也是杰斯对不了线了 而且他还没出隐魔刀 而且这个万豪有走上来 这中路的经济相差了一千四 来往后拉开一下 在杰斯对线也很困难了 有难办法可以无限的消耗 其实看一下这三局的话 发现EDG的线权一直都不在自己掌控 这也是帮帕斯在BP上面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嘛 就他们是比较追求这三把比赛当中 在对线的层面上面是要拿到比较大的领先的 就英雄的克制上面至少他们是要拿到领先 看一下A26的一个 剑极领先 最终他们也是效果比较好嘛 前期都能够拿到一定的优势 但是这一局其实双方都没有在塔坪上吃到什么优势 都没有太拿到的 哎这个位置刘沃总给到 斯洛斯给了一个海格斯闪 卡莎直接飞进场要先单杀林伟祥 这个位置卡莎进场杀掉之后后续要再处理对方的万豪 万豪这个位置需充全拖一下时间 旁边给剩了一个大招 这个要进行反挡 因为后面有妖姬直接爆出来进场 但是因为没有W技能不能再拖时间了 而且侧面有心大招是放空了 因此对他这个位置闪现过来 强行踩换掉莉莉亚 回头再给一个异技能的换人锁链 但是对方有进化解掉之后 0909在追 闪现过来 Q技能激发自己的一个减速效果 那妖姬走不掉之后 BBD配合着0909杀掉这颗人头 这种人头的互换上面 是EDG会稍微小转一点 其实是比较赚的 因为拿了妖姬一个大的人头 嗯 这波是莉莉亚配合着辅助的夜波进攻 这是刘柔种给到的林稳祥 接上大招 同时这海特斯显现的铝坦 再配合着自己的大招 给卡莎一个可以挂电缰的机会 马上就到卡莎的这个时间了 可以带来 因为他这个走位其实还挺漂亮的 因为自己的側面 游行中距离挺远的 但是卡了个时间点回来 是把这条土龙给拿下来 了 刚刚的那个小小心风是被里亚拿到的对吧 对了 里亚是把这个小囫鲲风给抢到了 嗯 对了 但是感觉还是没有太好的这个释放时间 因为放在中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嗯 夏莉俩身上已经没有那个霞武先锋的印记了 刚才是不是放在哪一路没看着啊 但是现在杜层上面 是没有显示说中下有被推掉的 上路也就是刚刚奥恩在打的时候推掉杜层 就等级起来之后小西 砍小山还是比较舒服的 百分比能砍得动 就很想再抓这个杰斯 这是比较有机会吧 就只要这个异技能能够练中 这一局反倒相当的和平 双方经济也是持平的 因为互相换了几拨人头之后 帮帮大斯拿到前面两条小龙 但是那个峡谷先锋的经济好像没 呃 这个第一条峡谷先锋的经济 不知道放在哪个位置 就是看一下双方先锋的经济 对方的这个多层 呃 其实是持平的 嗯 上路两层 然后第二条小龙先锋 就不争了 反正也推不掉外坦 视野的原因中路没有限权 那保着下路是已经发育了 这个位置利亚留到两个 但是旁边有进化 甚至大招回头一箭是指到了对方的铝坦 铝坦这个位置利反手指上来 但只能卖自己了 回头交一个闪现小区的这个嘲讽看什么都好 回头再给刘沃总解释在林伟祥 这边交一个一闪好像没指到 反倒是BBD回头进场挂电将到林伟祥身上之后 打了一套伤害 林伟祥被闪现的杰杰一个Q技能转死 小七在塔下瑟瑟发抖 但也走不掉了 立了一个见证 格挡一下平A 这个最后一下伤害也不能够换掉杰杰 这一波双人之间的配合非常的完美 让小七在塔下被对方完成的击杀 这波是把经纪给追回来的 看下这边 零九零九的位置是啊 欢迎所见练到啊 没办法 是练到 然后旁边有人的感觉 然后 把自己刚打的这个下路前方放出来 直接是拆到了 一滴之间的中路二塔 真的 那其实反过后来下路这一波反倒就可以了 这一波就这样 因为中路直接掉了两波塔 那小七支援了一波下路之后 上路的塔也掉了 所以双方的经济一直没能够拉开 这一波就下路了 哎呀 怎么还没损 这些 赵 这些 赵 这些 这些 中 数 一 这些 是 标 这些 那 他 但如果能够Poke到对方AD或者腰肌身上 效果还是比较不坚强的 现在就看下一波团战的位置吧 双方还是聚集在这个小龙坑这边 都在打信号 我直接选择中路推过来吗 我消耗一下0909的血量 不太好去抓这个妖姬 妖姬太灵活了 除非油窝种先命中到 直接给大招 热湾其实想抓这个妖姬有点难 这把往后期拖 卡莎虽然出的是一个中期的出装 但因为有奥恩在 所以往后期拖也是有机会的 就怕对方妖姬比较肥 会很限制卡莎的血量 但因为肾有大 所以肾可以一直沾蛋 奥恩这波TP马上赚好 所以先徒步走来了中路 连0909已经在动了 这把是一个风龙魂 但其实对于发布拉斯来说 这条龙可以给 如果站位不好的话 也就是第一条风龙是可以给到对方的 如果觉得机会不好 风龙魂 其实对于发布拉斯来说 对于发布拉斯来说 非常 どう 王晓鸥 这个妖姬和肾的这个担待能力 但是 ETG这边反过来就要被迫抱团 如果说是 奥文没有TP的情况下的话 他也不能走得太远 不能去担待这个线 是的 听我手机 看一下双方走路经济的对比啊 2800了 女性的太多了 这个点 打妖姬压力还是有的 那个点燃其实效果就比较一般吧 如果带个进化的话可能 会少死一次一两次吧 其实选一个杰斯出来对线的话 就已经稍稍做了一点 尤其对面还是妖姬的情况 杰斯这个英雄其实本来是 可以看作是一个打线英雄 但是 经过一系列削弱之后 其实他更偏向一个中期 poke的英雄 打爆发的英雄 爱希德这个一技能真的是 看到了姐姐的位置 现在方法拉斯因为有经纪的领先 所以没有过于着急 而且妖姬这个点很肥 可以让她先打开 练得起来 还是нут生了 对 消费的 对 有事 对 快回到 就趁一个 连来 对 对 用点火加一技能二段的伤害 把对方击杀 但是这个闪现交的稍微慢了一点 但是刘金松又是找到一个机会 但可惜这一波机会 反倒是把自己的上单一起卖了 同时小西在塔下交了一个闪现 加一技能还是没有跑掉 一遍地竞无人能挡了 往前再一发加强炮 打到对方刘金松身上 这边闪现奥温 想要留人一个Q技能给到一个减速 但是被一个爆炸球鬼给弹走了 有点尴尬 结果闪现过来有Q技能 但估计一技能还没好 所以没办法撞起对方 这波有点冲动了 这波是0909的操作还不错 用闪现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 导致对方并没有能够把自己抱回塔下 反倒是让对方的胜和 这个万好的位置过于深入 在塔下被迫扛塔 打回一颗人口 但是这个杰斯的发育还是 差得有点厉害了 已经比较比较惨 是吧 0-3嘛 丽莉娅一定开始要做 网板了 网者的满甲了 刚刚那个团战比较遗憾的是 就是卡沙的位置吗 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输出空间 准备 奥文 站在了后面 再一套 发现了Inflator的位置 下来想打一下消耗 武之圣在绕后 包后路 这一波万豪直接选择大招进场 远程一键 射到是一个杰斯男枪 冠大招 直接把杰斯给秒了 同时侧面莉莉亚也被击杀 奥文撞羊撞了出来 但是没有伤害可以跟上 但是BBD直接选择进场 想先杀地方有心 后来又交一个闪现 加进化的进化交早了 反正是被欢迎锁链后段的伤害 直接终结掉这个人头 小七在追对方的辅助 斯洛斯因为不太好走 最后就开一个W技能 那下一段的嘲讽什么都好 好了 加一个见证 完成一个团面 这一波方佛拉斯只贡献有心 一人的性命 但是完成了一波Ace 再看一波 这波刘静松上的非常果断 因为斯洛斯的位置有点靠前 并且一技能交早了 而且艾西勒这个大招 因此雷特的侧面进场 也是很关键 直接把杰杰给秒了 所以这一波 在瞬间倒掉两人的情况下 BBD只能选择越阔强体 去强行去换后排 但是这个进化解的稍微有些早 但也没有办法 因为身上确实也挂着 这个燃烧的伤害 就可以掩饱了 帝国的地方 可以把杰杰拿下来 下来 和危险的口瑕 新能在此 减团大 比较大 还是减团的 非常大的 这次 有点减团 但是如果不选择下去的话 后撤对方有妖姬其实还是容易被追杀 所以与其后撤不如尝试进去看能不能换到对方后排一到两个人 看下FUNPASS这边要开始做大龙的事业了 嗯 其实是有点想逼他们再来一波这个团战 这位置开到了女坦强手电路拉回两个人 杰斯被套一个点燃反手搭到进场 卡杀的位置被限制很严重 侧面因斯雷特留住对方的辅助 完成了大杀特杀 女坦倒地之后因斯雷特身上有个女妖 还往前继续在追击 但其实已经够了可以回去开大龙了 有男枪有寒冰打的还是比较迅速的 TP下来 这个大龙直接交踢了 大龙不太好防守啊 看一下小强还有大 侧面虚空索迪破掉对方的女妖 但侧面小强被留住了 这个位置一技能吃鸟冲锋交出来 想位移一下大博技能挡一下空子技能 但是好像被寒冰里点死了 侧面利利亚虽然给到大招 但是只能延缓一下对方追击的脚步 并不能够击杀掉对方后排残血的人员 一个虚空索迪也没能够命中妖姬 再来一炮 但是能够顺利化解对方想打这波大龙的想法 因为血量有点残 并且对方还有着这个 杰斯和卡莎存在 两个poke的技能会让对方打大龙的想法 当然无存 所以打小火 再打回来 这个能够绝对方玩得好 这招你能够绝对方 这忧实是一句 但不凶不愿者 后来 打回来 优优独特带手 这次 优独特带手 算数 吧 因为他很久没有断断的 但是现在已经有点卡不住爱希的伤害了 因为男枪也有黑切嘛 这些一箭 命中的莉莉亚 这边闪现场的猎务 拉两个胜野进场 莉莉亚瞬间被秒杀 奥文交了TP下来 但是看到了只是莉莉亚的尸体 结果又要逼大龙了 直接打 迪琴瑞特还在找一个让后的位置 这个位置有没有眼位可以看到妖姬啊 启风索迪 没有能够命中 妖姬这个位置在后面没有人发现他 尼的障碍很高的 他要是找到零点零点 哇这边嘲讽嘲讽到三个 迪琴瑞特还没有进场 但大龙一拿下来了 想先进场想强行秒后排 但是他觉得这是确角晚上en 一洞有关的 只要擀 匀 显通 �� 亢 其写 五 一方 汝 � adm art 打出一波控制之后妖际魔影迷宗回到原来的位置 e技能精准地命中بBD 这一把人的发挥 没有什么 从前再给他出一个魔抗的装备了 他们对了所有伤害集中他 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 刺客的英雄还是比较适合他 看一把那种战士型的英雄 眼神一箭命中杰斯 鲁坦城救一下 斯洛斯有点扛不住的 这个伤害回头想抱人经常 刘君松还有个W技能的护盾 但是他自己被秒了 但是只要拉扯就好了 但我们看到有心强行要进场 想要秒对方的后盘 莉莉亚闪现过来Q技能挂上被动 给上睡眠 但是伤害已经溢出 妖姬再拿双杀 往前0909只能后撤 有心想要继续前追 但中路的兵线由盛去处理 感觉是可以一波 回头再来一炮打到林伟祥身上 但林伟祥身上有红buff可以继续回血 这波单人的杰斯很难防守住 对方的四人推进 先要龙buff 然后再来推两个梅亚塔 感觉可以提前恭喜方佛拉斯 已经无险2比1了 回头尼坦想要出来防守一下 但是第二座梅亚塔马上倒地 而且伤害溢出 瞬间妖姬再拿两个人头 我们要恭喜方佛拉斯 2比1战胜1DG 拿到了自己小组的第一分 所以我们要要做事 现在是最好 如果要做事 我们一定会有点灯 但是我们要做事 我们要做事 谢谢大家